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稍微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这个系统 好 大概像是这个样子吧 好 分成这三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发声的机制 我今天用的是这一个这个Volt的这个Smooth Oscillator 然后让它通过一个VCA用一个Embrage去控制这两个的音色跟音量 然后在它的这个Voltage per Octave之前 在它的音准之前呢我有一个Quantize 在这边处理它的音准 让它收到的音准会都是这几个音 好 那再来呢就是这个爬音器 爬音器非常的简单 然后你只要把你的VCV的keyboard界面改成多发声数的 我现在是用5啦 我随便选一个的 多发声数的keyboard界面 然后送Gate给它 送的Voct给它 那基本上它其实就是用一个爬音来取代你的keyboard 所以你输入的一定要是和弦 那输入了和弦以后它会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单音的Gate 所以它会把这个和弦变成分散和弦 上面是它的跑法 有一些不同的跑法 然后还有这个Hold 好 那中间这个部分呢 是前两天介绍的这个 Switch Sequential Switch 加上随机的应用 所以在这里呢 我的爬音送给了 可以看到 13458 8个step 13458这几个step 然后其中的2跟7 我没有给它 让它空着 然后6是随机 在这边的随机呢 我还过了一个 VCA可以让你调整随机的量 所以 我们先听听看一般的爬音好了 我先把它填满 所以本来一般的爬音是这样 这个Sequential Switch 现在1.1都没有 跟我直接从这个VoCT 出来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直接从VoCT出去 然后我要用键盘弹一个和弦 我可以hold住它 好 像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改成用Sequential Switch 去分开这些 拔音的step 一样 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可以把几个step拔掉 让它 它不会变成没有 它不会变成没有声音 因为Gate一直在送 不过 你还是可以让它有几个低音 就是它原来的音高 没有CV过的音高 像是这样子 hold它一下 多一颗 像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的Reset 送了一个 比较奇怪的速度 我用一个莫名其妙的速度 去Reset它 所以让这个拔音的pattern 可以更长 所以你看它 它会这样子跑 跑到4 然后又重跑一次 它现在是跑4 然后跑8 1234 1234 15678 1234 1234 15678 的这种感觉 那最后呢 我再 比方说第二 跟第六鬼 第六 跟第六部 加上这个随机 好 我先把Reset拿掉好了 让它可以 完整的跑完 一个loop 好 那我加上随机 我也可以把最后三部全部都随机 我可以让前四个都是爬音 后面四个都是随机 随机的量可以很小 速度慢一点 好 这是大家看的 好 这种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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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感觉 好 这种感觉 好 这种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介绍 我们延续的昨天的这个在sequential switch里面 加上随机的这个做法 那今天我们把这个switch的这个source呢 改成可以用keyboard控制音高的爬音器 可以让整个东西变得更音乐性一点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 用你的MIDI键盘或者是电脑键盘输入 你想要的音高在进去Outstate之前呢 调整你想要的调性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蛮自由 而且又有变化的爬音 在长度上面呢 你可以用一个奇怪的速度去给它reset 你就可以得到更长的长度 OK 所以今天这个就是今天的每日模组的内容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